根据权威专家的说法,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,你的狗狗可以和你说话,而不是被叫。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进步意味着,与动物交流的梦想很快就会成为现实。 目前,一名研究人员正在收集数千条狗狗被叫、好叫和自处走动的视频,并利用它们来教授一种算法来理解全类的交流。 来自北亚利高尿大学的Consolot Checkoff教授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技术来解释草原土部署的教生,并说他最终可以用来玩意其他动物的语言, 美美的涅齿动物草原土部署,有一种很复杂的方式,来呼唤群体成员,并提醒它们有危险。 它们警告其他成员关于现在危险的详细信息,甚至将危险描述为一种快速接近的受冲刺丛林郎。 我想,如果我们能在草原土部署身上做到这一点,我们当然可以用狗和猫来做。 斯洛伯切科夫教授对NBC新闻说,他已经研究这些动物三十多年了。 早在2013年,斯洛伯切科夫教授就曾著有追求博士,学习动物的语言一书。 他建议,这项技术将在十年内得到广泛的研究。 网络购物巨头亚马逊的一名研究人员威廉·海姆姆,所谓的未来学家,也宣布这些设备可能在十年内面试。 现在花着宠物身上的钱,因为这消费者对它的需求很大。 他去年曾说,有人会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。 斯洛伯切科夫教授认为,与狗狗进行广泛的拍摄,有助于解读这些动物的真实行为,并帮助我们翻译猪竹,我现在想吃饭,或我想去散步之类的想法。 他说,这种技术可以进行细微调整,以便人类能够与动物交谈,并进行对话。 如果专家能用技术来理解狗的想法,我们可能会帮助那些表现不好,或有攻击性的宠物。 他说,你可以利用这些信息,而不是把狗拉到角落里,给狗更多的空间。 他预测,一旦人们开始与动物对话,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是活着的,枯息的,思考的生物。 他们对人们的生活有很大的贡献。 去年,研究人员发现,如果一只羊高兴或悲伤,他们就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研究它。 专家认为这可以帮助农民检测疼痛,和一系列其他疾病的羊群。 评估面部表情的技术最初是为人类使用而开发的,但研究人员意识到,它可以用来解读动物的情感。 人们希望,草苗仪能被放置在水槽,或者任何一个鸟群聚集的地方,来自动检测出绵羊的痛苦。 在一个庞大的群体中,系统可以挑选出处于困境中的羊。 它可以感染常见的疾病,如脚病和乳腺炎。 这是一种疼痛的乳房感染。